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镜男用手机招呼一声 几个精干年轻人进来拿着仪器扫描包巾后 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眼镜男拿出手机交给他们 事宜我也照做 年轻人便退到包间外面当守卫 连服务员送菜也由他们端进 眼镜男自我介绍是王峰的秘书 姓宋 大致讲了艾莎和第二 如此惊天之事 在她的口气中 就像是说两条街外的汽车刮蹭 艾莎所在的具体方位 我不能说 距这儿不足五公里 如果它此刻爆炸 我们再上风头 我还能带你逃开 因为我会最早知道 但是北京的2500万人 大部分都会死 宋秘书透露这消息 当然不是为了让我提前逃命 那一刻我满脑子转的是如何通知亲友 对宋秘书后面的话走了神 半天才反应过来 原来宋秘书是代表王峰让我做使者 去达兰萨拉 请达赖喇嘛相助 王先生 您以独立身份研究西藏问题的成果 被各方接受 您的妻子是有影响的藏人作家 使你跟藏人更近一层 呵呵 藏人的女婿嘛 你应该算得上藏人接受度最高的汉人吧 佛爷和您多次见面 表达了对您的信任 这些都是您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使者 他用佛爷指称达赖喇嘛 是一种汉人的叫法 我问 要我传达什么呢 宋秘书说 不是仅仅传达 是要发挥您的影响力 促使佛爷来北京 我问 这个时候来 要告诉他艾莎的事吗 宋秘书说 当然告诉 但是只能他一个人知道 他山边再有任何人知道 都不会让他成行 所以 必须通过私人使者 其他的管道 没法做到 不过这次请佛爷来 首先是希望 他帮助解决艾莎危机 我说 平时把人家晾在一边 有难的时候 让人家来冒险 怎么说得出 宋秘书挥挥手 以往是他人掌管西藏问题 现在首长接手了 事情会起变化 解决艾莎危机 是眼下的当务之机 事后首长一定会回报佛爷 那也许就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 他口中的首长是盲峰 我暗含也语 何以认为达赖喇嘛能解决艾莎危机 从搞政治的角度 艾莎危机给中国造成内乱 说不定是争取西藏独立的时机呢 宋秘书说 佛爷不是政治人 是宗教人 从解救众生的角度 不会这样做 我们对此是相信的 不过藏独派的确会这样做 他们现在控制着达兰萨拉 所以王先生的使者之行并不简单 佛爷能否走得出来 也不是他自己能做主 还有印度政府的监控 虽然他来了 也不一定能解决危机 但是目前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寄希望于此 要他做什么呢 请他带艾莎去藏区考察曾一致 首长希望说服艾莎放弃独立 选择曾一致 首长认为同样的方法 可以用以解决新疆问题 那需要艾莎到藏区现场 去亲眼看才能相信 但是我们这样建议 他会认为是想骗他离开北京 有佛爷陪着便会不一样了 在已被仔细检查过的房间里 宋秘书讲这些话时 还是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 娱乐节目主持人的大呼小叫 让人心烦 宋秘书的声音却低得不易听清 这不仅是大变化 应该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我虽有质疑 内心里却从开始就决定 同意去做这个使者 不要说事关挽救上千万人的生命 哪怕这是一场戏 一直想上历史舞台晃一晃的 我也有兴趣 但我还是表示 必须见到王峰本人 听他亲口说 才会答应 宋秘书出去联络 门外年轻人进来 我若是去当秘使 他们会是随行助手 否则就将是我的看守 半小时后 我见到了王峰 他的办公室没有沙发 来者只能站着 目的是催人加快节奏 王峰让宋秘书到其他房间 推来一把转椅给我 把自己的转椅 从办公桌后拉出 做出跟我促膝而谈的样子 但是全部时间不过两分钟 对达赖喇嘛说 他能帮助解决爱沙危机 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回报 一是接受土伯特委员会 为合法的权利 二是达赖喇嘛可以回拉萨居住 可以在藏地旅行传法 可以自由地出入国境 三是达赖喇嘛提过的 把藏区设为文化保护区 我倾向于支持 当然细节尚在探讨 得走法律流程 这都得我们坐在一起解决 王峰没再多说 要我立刻上路 不询问我的意见 甚至没问一句 我是否同意做使者 我不想计较 大事之前 无需小矫情 直升机把我从王峰办公室的楼顶 直接送到军用机场 一架军用机直飞尼泊尔 是我有生以来 唯一乘坐的专机 尼泊尔已形同中国一个省 中国军机自由出入 无需签证 甚至尼泊尔方面 根本不知道我进入 我被乔装打扮成藏人 数个围装成流亡者的中国特工 陪我同行 他们都是藏人 尼泊尔与印度边界 对藏人有不成文的默契 只要对尼泊尔士兵和印度士兵 各自给些钱 便会放心 只有这种方式 才能保证我的使命 所需的快速和保密 以上不是现实发生的真实故事 是我在202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 《转世》中的一段 而《转世》又是我于30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 《黄霍的姊妹篇》 两部小说的故事和起点 人物都差不多 却让中国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在我看 中国现在正处于两部小说的插路口 是选择生存 还是毁灭的关口 《绝地金书》频道 有着两部小说的多媒体版 同时 可以通过赞赏与回赠的方式 得到电子书和音频版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谢谢 谢谢